大法官釋憲認為民法為保障同性婚姻是違憲 要求兩年內修改法律 對挺同團體是一大鼓舞 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 第一時間也PO臉書贊成 但明明3月時受訪曾表示 知道同婚以後會毛骨悚然 同婚顯然就破壞我們傳統數百年好的家庭倫理等 讓人認為是反同的發言 被質疑3月反同5月挺同 前後立場大轉彎 我以前講毛骨悚然不是講同婚 實際上那個多元那個成家 因為語意表達不夠周延 這是事實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把那個狀況 整個完全清楚 洋洋沙沙提出四大聲明 更主動解釋毛骨悚然的說法 是語意表達不夠周延造成誤解 相較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一向挺同的立場 這場名為愛事平等的記者會 更像是吳敦義的誠信大會 一月三十一日跟四月二十八日 我已經提到說如果要朝那個方向去進行開放的話 應另定專法或在不影響既有民法的架構下 另立民法專章 不算轉彎如何維持社會和平最重要 目前我們是請這個行政院的秘書長 陳秘書長在這個召集相關的部會 那麼主要是因為將來的 要考慮的這個整個制度的改變 除了民法的修改之外 那麼還涉及到 如何讓同志婚姻能夠真正的不受歧視 它需要讓各個部會把整個問題要盤點出來 目前在問題還沒有盤點出來我們也不願意 就這個部分來先下定論 還是應該先把問題釐清了之後再來看 這個立法技術上要如何處理 對於挺同團體而言 這次事先的結果是一大進展 但後續還有另立專法還是修民法的爭議 以及在民法中和夫妻有關的部分也需要進行修改 這些都需要在兩年內改到完善 但誰挺同誰反同 已經先變成檢驗政治人物的論章 紹介了 請教你 請教你 我可以講 我對吧 選心 請教你